我永远拥有信息 寂寞拥有余地 此刻我真好想 躲起你的大衣 你为我倒着风 也帮我挡住狂风 风暴雨 在茫茫夜空里 说起赵丽颖与张碧晨呢 相信大家都不会陌生 张碧晨作为一名歌手 大家关注的自然是她的歌唱视野 但是自从张碧晨承认未婚生女以后 媒体们就开始把注意力放在她的身材上 跟以往注重她的新歌或者唱功有很大区别 不可否认 因为这个事情呢 张碧晨在人区上有了新的突破 而要说到张碧晨与赵丽颖之所以成为闺蜜 主要是因为两个人有过多次的合作 在许多人看来赵丽颖是一位演员 而张碧晨则是一名歌手 两个人属于不同的发展圈 自然也就没有了相识的机会 如若仅是如此简单的开弹娱乐圈 那么只能够说是要错过许多事情了 虽然张碧晨是一个歌手 但是她可以被称作为OST女王 为很多部影视作品演唱过主题曲或是插曲 由赵丽颖主演电视剧作品当中 张碧晨曾经唱过其中两部作品中歌曲 后来二人更是同台演唱歌曲 两人之间的感情也是在此时建立了起来 自此以后呢 二人的闺蜜情越来越浓厚 碧晨是一个非常直爽 然后非常真诚的 很帅真可爱的一个人 碧晨是比较慢热的性格 这一点其实也和我很像 慢慢相处下来 其实你会发现她只是很简单的 对音乐有自己的热爱和追求 大家其实多相处 熟一之后你慢慢的会更了解她的可爱 赵丽颖离婚后再次参加节目是中餐厅 这一次赵丽颖还是跟张碧晨一块去的 这两个人有一个最大的共同点 就是两位都是单亲妈妈 细节看出关系好坏 赵丽颖属于农村女孩 从跑龙套演配角开始 一步一步的成为了女主角 能够走到今天跟赵丽颖的坚持分不开 看起来很拥弱的女孩子但很刚强 即便面对众多的质疑和不实的指责 也默默忍受 张碧晨算是比较顺风顺水一些的 本身演唱实力强 出道道走红很迅速 但张碧晨也因为跟已婚男歌手张杰的绯闻备受指责 先纳出面澄清张杰和张碧晨的绯闻 并且无条件地相信张碧晨 把张碧晨当作了闺蜜 可见张碧晨的为人确实不错 赵丽颖怀孕跟张碧晨差不多也是对外隐瞒的程度 实际上赵丽颖的隐瞒也是有理由的 毕竟在圈内一旦结婚生子会影响阶线的角色 赵丽颖还想要多拍好的作品 不想因为结婚生子影响事业 赵丽颖与冯绍峰呢还没有办婚礼就离婚了 好在是和平离婚并没有胡思 张碧晨是隐瞒着华晨与生下孩子 对外暂时还没有承认结婚 华晨与方面呢也自称是两个人共同抚养孩子 但是不是建立在婚姻之上 只能说都是单亲妈妈 但赵丽颖和张碧晨给我们的印象 并不是消极的而是坚强的 一次赵丽颖问起张碧晨 难道华晨与不给生活费吗 毕竟以华晨与的实力 想要张碧晨无忧无虑 还不是动动手指头的事 那为何张碧晨还要苦恼着自己出来打工呢 而张碧晨表示 华晨与其实还没有决定跟张碧晨在一起 一旦生活发生变动 女儿或许能够依靠的只有自己的母亲 张碧晨如今只想给女儿安稳的成长环境 所以必须要让自己空出双手来赚钱养家 网友听完都感觉要泪目了 表示作为一个单身妈妈 确实很不容易 很难想象张碧晨吃过几样的苦日子 但张碧晨渴望女儿健康快乐长大 是不容置疑的 那么大家喜欢张碧晨吗 ntang碧晨大 转着光照的方向 把你遗忘 回忆着就成我 倔强的模样 我要凭着暗夜里的话 混淡云云去长的相望 踏着生命之河 不忘之谎 啊